六流四季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杯的比賽 OK 雖然中東杯已經結束了 但是還是有許多的職業選手的精彩比賽 等著我們來播報 先來看一下黃方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卡爾吉斯 有一台免費的羅車 這台羅車雖然不能遭小棉羊 但是可以拿去探地圖 喬治亞人的經濟加成 還可以到城堡賽斯 蓋下強花教堂 在強花教堂的十九格範圍內 可以增加十%的昏迷工作效率 除此之外 喬治亞人的騎兵是非常強大的 他的寶兵單位是有爆船效果的 每五隻騎士或五隻的莫娜斯帕 可以增加他的一點傷害率 傷害率最高可達22.3 而且他的黃金造價比騎士還要便宜 喬治亞人精冠技術 還可以讓騎兵的佔用人口減少15% 所以整體看起來喬治亞人他是個騎兵文明 但是他的馬功路線 在職業選手裡面也是有人會用的 雖然沒有拇指環 但是會用喬治亞的馬功打法 也是大有人在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修道院裡研發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 這兩個科技是分別增加生女的血量跟生女的移動速度 但這兩個效果可以套用在村民身上 所以波西米亞的村民會比一般的村民血量跟移動速度快了一點點 波西米亞除此之外 他的榴彈炮也是遊戲裡面最強的火炮 是唯一可以升級火炮的文明 波西米亞在城堡世代時還可以研發化學的關係 所以他封建接城堡 工兵打法是非常強大的 他的工兵可以高達8點 甚至連騎兵都可以輕鬆秒殺 所以波西米亞人 要注意到他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他的封建接城堡 工兵接續的攻勢 會很可怕 波西米亞人 後期主要打槍兵 還有火槍 還有榴彈炮為主的搭配組合 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初期的黃金是非常重要的 這張地圖其實很吃金礦 因為他前期的地圖是完全沒有大塊 都是小塊的 主要的礦區分佈為下方跟左邊區域 都有大量的石頭跟黃金 所以有些人會說這張地圖其實蠻適合打黃金兵 我也蠻認同的 所以最好可以選一些後期黃金兵文明 例如相公文明或是一些很貴的寶兵單位 大量生產的騎兵大傻逼的文明 都很適合 像土耳其之類的 這場比賽我覺得算是 選擇了一個新時代的文明對決 兩邊都是DLC文明 不是新文明 波西米亞對上喬治亞人 這個對決其實在職業賽事中 是蠻少見的對決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會怎麼樣吧 目前看到喬治亞人這邊是已經點下了18P 封建時代 右這邊是19P P數是稍微快了右這邊一秒鐘 不是一秒鐘 一隻村民 中間這裡還有乳牛 竟然被偷了 竟然有兩隻被偷走 波西米亞果然是打工兵 我們剛剛在講風箭時代的工兵接城堡 是波西米亞的工兵很適合的一個開局 而且尤其對騎兵果來說也是一大頭疼的東西 所以 唉唷 喬治亞這邊直接轉了一個手勢 這場對決是 MIPER對上YO 兩個都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這個對決是 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三或第四的對決 所以我覺得也是值得一看的 那YO近期的實力 我覺得還算是偏穩定的 要考慮到他的歲數的話 他能維持在世界前三或前四 已經算是很神的一件事了 我記得他跟台灣高手雲大 年紀好像差不多的樣子 好像還是再更大一點 當然是VIPER跟HERA 他們年紀比較輕 自然是一定有優勢 但是這個遊戲呢 並不是你越年輕越厲害 當然年輕是有優勢的 但是有所謂的經驗差距在 這遊戲蠻吃動經驗差距的 畢竟有一些觀念轉兵 這是瞬息萬化的 瞬息變化的一個遊戲 所以 你沒有辦法用你的手勢去改變一切 你一定要有這個充足的經驗 才可以即時轉兵啊 或者是做出一些正確的反應出來 才可以延續你的攻勢 OK 那這邊看到喬治亞人 是直接轉出了毛兵反制了 攻兵回去 那這邊破西米亞人可以繼續按攻兵 或者是直接存資源 升塵寶時代挖石頭轉戰車也OK 或者是直接轉生旅戰 待會直接 塵寶時代打生旅配槍兵 或是配弓兵 這個做法也可以 但是 YO這裡是沒有打算繼續出弓箭手 那喬治亞升塵寶時代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挖石頭的部分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Viper已經開始在挖石頭 拉了三隻村民 然後到下方要挖石頭 然後蓋城鎮中心在這個位置 這邊毛兵跟刺頭先去撐茶 看一下 YO有沒有在囤射箭場裡面的弓兵 這個是很重要的資訊 先到了邊邊角角看一下 下方這隻弓兵被抓掉 右邊這個槍兵搓一搓 Viper這邊要遇到的是 波西米亞的騎士 結果這邊直接鬼轉火槍 波西米亞也是唯一 可以在城堡時代 在事件場裡面產生火槍的文明 當然兔爾七火槍兵也是火槍 但是兔爾七火槍兵跟一般的火槍差別 是差別在一般的火槍 對步兵有外增傷 但是兔爾七火槍兵沒有 而且 右這邊的一個優勢 是可以高速量產火槍兵 射箭場的火槍兵 會比這個 一般的 精銳兔爾七火槍兵 這個生產速度更快 畢竟不需要城堡 量產起來是比較容易的 哇靠 這個直接三射箭場 狂按火槍 這什麼 火槍速攻 這個相當不容易啊 這招我沒什麼見過 有人在職業場裡使用這招 大部分的波西米亞打法 都是一個3TC開農工兵 然後或是戰車開 然後先農上去地龍時代 打這個完美組合 那城堡時代火槍快攻 雖然我們這個頻道也講了很多次有這個打法 但這應該算是數一數二次了吧 我記得有一次 這是第二次遇到了 那你看到的次數還是非常少 在聊手車嗎 哇 生女被戳死 哇 白盆好像沒有看到 這裡 有點被火槍 砰到生火無法治理 那遇到這種火槍兵打法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看一下 能不能用生女招響 跟戰毛兵 有沒有趕快升級上去 哇 城堡時代的火槍兵 高速量產起來 十一隻火槍耶 那火槍兵最麻煩的是 他打劍珠的傷害也很高 所以他可以高速破門 可以看到Ryper下方這個墓區 馬上就被射爆墓門 好 那Ryper這邊是捲進轉出戰毛兵 然後上方補下了一根城堡 下方補下了一個城堂中心 開始挖石頭 好 挖出了一棟 好 這裡的打法 看起來是YO的火槍強軍事 這場比賽值了 能看到這個特殊打法 頓矜矢 好 YO這邊點下了工兵鎧甲 工兵鎧甲的話是可以提升火槍兵的防禦力 而且這邊二防都很經典了 非常提防對方的工兵或是弩兵的傷害 好 這裡一出來火戰毛直接被砰掉 往後拉扯 喔呦 差點射死 好 上方這隻生侶 趕緊在找生物喔 生物被搬走了 可以看到生物已經被撿了一顆 好 這邊YO的衝車壓制 貼下了神聖思想 這樣VIPER就會很麻煩囉 這邊沒有太多戰毛兵可以用 後面要再補一個射箭場 也會拖到VIPER的經濟喔 這邊先猜射箭場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OK 射箭場又補了一個下方 原來很明顯是單位不夠 而且衝車的壓力已經來了 三台衝車 騎士去解衝車 可能會被撞到頭破血了 射箭場不敢去解 強化教堂呢 雖然可以打火槍兵 但由於YO這邊已經點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抗箭矢能力是非常優秀的 OK 個教堂廣被打噴出來了 生物也被吊在外面 三個衝車已經壓到你臉上了 VIPER那邊村民數領先87村對上659村 村民優勢22村左右 沒有17村左右 OK 這邊看到戰毛兵直接壓制回去 村民趕快去拆衝車 這裡要用戰毛兵去爭取時間喔 然後趕快繼續攻擊前方的衝車 這一個城鎮中心千萬不能掉 這邊決定使用頭子車砸掉剩下的衝車 這邊趕快修一下城鎮中心 這波攻勢呢 是YO宣告了進攻失敗 他當然可以繼續強攻喔 這邊強攻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成功 拿下這個城鎮中心 VIPER居然沒有繼續修理這個城鎮中心 這邊看到有更多的衝車過來 VIPER這邊是按了更多的戰毛兵 OK 二級設計補下 哇 點這個二級弓兵鎧甲有感喔 要是他沒有升弓兵鎧甲的話 被城鎮中心擊火 可能就已經死個兩三隻 或是一兩隻的火槍兵了 直接招翔戰然後回去 好 那Poshimia這個打法 是可以防騎士的打法 那VIPER的騎士呢 並沒有想要來打正面了 而是去上方BD對手 上方的城鎮中心 一個防守反擊 哇 結果有救贖思想 VIPER的頭石車被招翔掉 這裡壓力非常大喔 現在頭石車要解衝車也不容易 火槍兵後面的壓力也很大 能解衝車的東西 現在只有頭石車跟村民 還有莫娜斯帕 那莫娜斯帕的話很容易被招翔掉 這邊又 頭石車砸一發 沒有砸村民很可行 這一發砸這個衝車的話 砸村民的話可能會砸到衝車 所以YO有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去砸村民喔 已經是不砸 前方的城堡也是被捕了一起來 雖然VIPER要騷擾到敵方村民也是挺不容易的 但這波壓制挺有感的 YO這邊村民樹已經追上了VIPER的村民數量 VIPER這邊的壓力非常龐大 OK這邊想要招翔頭石車 頭石車直接自滴 投出去之後馬上刪除掉自己的頭石車 達成了一個互換 換掉了對方頭石車自己也換掉了 但至少沒有被招翔掉 我就是所謂的手動異端學說 手動異端 攻擊完之後就沒他的事了 自己刪除 OK VIPER這邊夾得非常 防守反擊的優點 就是用少量的資源 手下敵人大量的部隊 然後再進行拆弄動作 這就是防守反擊最可怕的地方 畢竟進攻成本 源源大於防守成本 防守成本真的是會比較小一點 進攻真的是要花費大量資源 才有可能打到一點東西 這個生物中偷偷撿走了 Y.O.覺得 超爽的 撿到這個生物 但是後面 戰毛兵 跟莫娜斯帕要來包夾囉 這一波包夾要上了嗎 戰毛兵往前 哎呀 換掉了一個火箱 後方 被招搶掉了一隻莫娜斯帕 這毛兵向前 想要秀嗎 用戰馬 秀頭死車 調皮調皮 這邊衝上去 Y.O.並沒有招翔 生女沒有空 火槍原地開射 這個城堡取消了吧 36% 這個一定蓋不起來的 越蓋越虧啊 可能Y.O.沒有時間控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是 可能Y.O.手術上 或者是 不夠直覺 Viper這邊上了時間 Viper應該也是 考慮到 第一時間上的話 Y.O.會全神灌注 在旁邊一直繞 讓Y.O.一直看這裡 讓Y.O.想回去控經濟 然後在他回去控經濟內陣驚 直接去包夾所有的火槍兵 跟這個頭死車 還有這個生女 這個確實 說不定是 Viper的想法也說不定 好 那由於 Y.O.這邊強攻之後 轉一個 經濟開農 已經順利點下了 帝王時代 那這個時代也是 Y.O.這個 Toshimia最強的時間點 帝王時代 中後期 帝王時代初期可能還蠻弱的 沒有到非常強 但他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初期 就有這個疾兵 超強的 增傷疾兵 打對方的 奇兵單位 非常的強大 Y.O.已經點下了 銀罐技術 大車陣之術 大車陣這個科技 可以增加工程器 應該是火器單位的移動速度 工程器不會 是火器單位 例如火炮啊火槍喔 還有這個Posimia戰車喔 移動速度會再更快一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後期的Posimia 很容易打這個火槍 或是Posimia戰車 加上 疾兵榴彈炮這個組合 跟他的科技也是有一些關係在 哇 這一波Monaspot過去直接被蒸發 哇 只剩他一隻 最後一隻也逃不掉了 這要置敵喔 蛤 這沒招到 呃 對 招到了 呵呵 OK 用招搶的Monaspot 去捅後面的帽 在毛邊 左邊巨頭吸上來 硬解來不及解掉 Posimia的疾兵太痛了 哇靠 這一波 Vipe有點尷尬 把自己的前線的Monaspot 都被解掉了 呃 地獄是大概初期 誰先升級 就可以先產出大量的巨型頭死技了 目前很明顯可以看到 YO這邊是有巨頭的數量優勢 前線城堡可能會一一守不住 而如果一守不住的話 前線的金礦工 就可能會有斷進的問題 現在YO兩邊是酸管旗下 那Vipe這邊是繼續用旗兵 想要去往後鑽 看可不可以鑽出個漏洞來 好 這邊看一下這個漏洞 哎唷 那個YO有看到喔 馬上補了一個房子在這個角落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好 左邊這個城堡被打掉了 好 下方火槍兵繼續給壓力 哇 現在要分兩隊打 是犀利果裡面最麻煩的一個 朝左 你要同時顧上面又要顧下面喔 非常困難 朝左這邊是轉出了巨型投石機 準備要來反制一下城堡 右邊投石車 沒有預判成功 往前買回秀了一下 這個預判失敗沒有打到 好 開始往前搓一下 OK 搞定 好 這邊使用巨型投石機 反制城堡回去 YL並沒有想要秀離上放城堡 城堡 城堡一定要莫拉斯巴上前 直接戳掉三台巨型投石機 應該問題不大 後面的疾病又補了上來 順利的收掉了巨型投石機 搞定 好 但是下方 Viper的城堡 也被拿掉了 而且YL還轉出了火炮 有火炮的話 反制巨型投石機的效果就會很好 那下方這個聖物 長花教堂蓋也是 沒了 應該是要被打噴出來了 上方的火箱直接攔截 撤離的村民 村民來著一起跑得掉嗎 有點困難 往左邊走 這裡村民要趕快撤 OK 但上方 Viper 已經拿到了一些戰果 畢竟分兩隊正太困難 那 Viper眼神確認過 上方的兵力並沒有這麼強大 OK 這邊點下了三級衣射 還有化學精銳 莫拉斯帕三級攻守推車 走一個騎兵加戰毛的路線 那這個路線 是後期喬治亞也蠻常見的一個打法 通常是搭配戰毛兵或是馬弓 進去搭配的 那他的馬弓也可以自動回血 騎士也是會回血 後期打馬弓加騎士 算是一個超級大傻幣的玩法 只要黃金夠多就可以這樣打 那 Viper這邊還是先出戰毛兵 躺一下 兵戰毛兵不用黃金 只要省 那 YO這邊只要升級火炮的話 把火炮升級為榴彈炮 就可以輕鬆解掉這一坨戰毛兵 雖然現在火炮打戰毛兵傷害也是夠的 但是這個落彈範圍沒有那麼廣 還是需要用這個 牛彈炮去傷害比較好 這邊莫拉斯炮直接上前 硬戳修城堡的村民 拉了戰毛兵向前 攻擊前線的疾兵 但疾兵也是貼得上來 這根城堡好像被硬修修的回來 這裡村民也是拉過來修理一下 巨型投射機 馬斯塔拉走 Map下方的壓力非常巨大 四台巨型投射機 瀕臨城下 還有一台火炮 那這台火炮也準備要變身為榴彈炮了 上方的攻勢看起來稍微夾住 但是榴彈炮有點危險 槍兵過來防守 好 戳掉了幾隻莫拉斯帕 哇 升級流彈炮一定要戳掉 OK 搞定了 但是莫拉斯帕也沒剩幾隻 今天莫拉斯帕 天生你的防禦率是有8點 5加3 8點 天生是5點加上3防 8點的防禦力 坦度其實蠻痛的 但是疾兵打疾兵的傷害是額外增傷 所以防禦看起來有跟沒有一樣 當然是有差的 這邊想要讓對方的火炮攻擊這台巨型投射機 往後拉進入城堡範圍射程 這個細節小操作 VIPER沒有成功 下方的火槍兵還是解不掉 VIPER這邊轉出了印刷技術跟救贖思想 這兩顆氣可以讓VIPER去著想敵方榴彈炮進行反擊 VIPER這邊反制工程器手段 就只有這兩個方法 不是奇兵 就是用自己的生旅去著想 是最有效率的 這邊點下宗教黃樂跟 建築學 右邊的馬舊 繼續拆除 這裡打出了一個洞來 往前衝了進去 村民往前走 這個是不是操作錯誤 好像是 我們收村 槍兵趕快過來 火箱也過來 先包掉這坨火箱如何 沒有要包 全是直接撤 這邊火箱加戰毛 火箱加擊兵太多 這邊可以直接換沒有關係 畢竟人家是黃金兵 而且戰毛兵可以吃 戰毛 可以吃對方的槍兵跟火槍的 硬化一定不會虧 但是遇到榴彈炮就不好說 哇 每打一炮都是血流成河 哇靠 十幾隻的戰毛兵 就這樣沒了 這就是榴彈炮的威力 太可怕了 這邊想要突圍攻擊後方的榴彈炮 有機會讓後方生女招翔一下 加減招翔 可以招到一隻 應該沒問題 這麼看招翔 還在招 還在招 啊 因為他招翔那隻單位被射死了 所以這邊要一直換 換招翔的目標 結果最後一隻 莫娜斯帕都沒有招翔掉 結果自己的榴彈炮 全部損失掉了 來 這邊的莫娜斯帕的衝鋒 獲得了非常大的戰果 雖然自己損失掉了非常多的莫娜斯帕 還在繼續攻城當中 大量戰矛繼續監攻 前面的部份 哇 這邊使用戰矛就可以擋住右的這邊的組合 非常輕鬆喔 OK 果然轉戰車了 那戰車的優點呢 是可以反制對方戰矛兵的 而且甚至數量異多 什麽單位都能打 只是比較害怕生女 只是比較害怕生女 或頭石車 還有大量騎士的包夾而已 大概怕這三類的東西 而這邊的兵種搭配 會比較看重一點 其實在打C地鼓 後期的兵種搭配 更大於這種 什麽東西比什麽東西強 這種概念 就是不會A對A的這個比較 而是A加B加C 或是CB C加D加F 好 這種組合 更為失重 好 那這邊Posimia搭配組合是 Posimia戰車 配上級兵榴彈砲的組合 這個組合最麻煩的是 攻堅的 中間的這個 戰車喔 是比較不好解的 如果你出頭石車去解 戰車的話 後面的Posimia榴彈砲又有主動權 那如果你是用大量的騎兵去解戰車的話 那他有大量的槍兵可以戳爆你的騎兵喔 那如果你是用森鯉去招想的話 對方榴彈砲也可以反擊喔 所以這邊森鯉的話 是最好解這個陣型的方法 還有這個大量的木拿斯帕加戰毛兵 是OK的 就是有點拚操作了 再來就是有點拚手術的世界了 而不是 拚組合 好來看一下這邊 直接往後先解掉後方的兩隻森鯉 第三隻森鯉也是直接倒地 前方木拿斯帕大量直接往前硬解 直接解掉了前方大量的槍兵 這邊YO槍兵的數量不夠多 直接被正面衝爆了 這些槍兵瞬間擊潰 OK 那上方已經順利拿下來了 但是剛剛YO上方大爆挖 礦場已經人去樓空了 黃金跟石頭全部都沒了 結果是下方的VIPER黃金沒有挖乾淨 結果現在讓YO這邊有更多的黃金可以用 那VIPER當然會有斷金的可能性 現在只要3800黃金 所以VIPER這邊優先點下了工會制度 還有輪分制度 準備要來打一個垃圾大戰 趕快先提早換一些黃金回來 好 YO這邊點下了前程科技 稍微礦一下招翔 欸這裡不繼續進攻嗎 還是往下進攻 可能發現這裡繼續進攻沒有意義 因為繼續打下去的話 打進去也沒有黃金喔 然後再往南下進攻 會更有意義一點 OK VIPER這邊果然往下進攻了 四台巨型頭C 差很快喔 而且有幾台是高地的 高地版本 OK 但是榴彈炮上半也是瀕臨城下 這根城堡不知道你撐多久 OK 這邊已經解掉了一台城堡 趕快再去拆下方這根城堡 後面有補了一根城堡 這裡有兩棟城堡可以夾多久呢 這裡城堡蓋完趕快去挖石頭 不然就是繼續升插進來 再查這個位置 再查這個位置 OK 先來挖黃金更重要 白盒這邊黃金樹已經不多 上方的黃金已經有一處已經挖完了 上方榴彈炮的工程給的壓力非常大 馬可拉兩隻生侶過來招翔 那榴彈炮一頭的反擊 打倒了一隻生侶 這邊手術控得很好 OK 後期就是拚手術了 OK 終於解掉下方的城堡跟蓋城堡的村民 順利的解除掉了下方城堡的壓制 只剩下兩隻槍兵在那邊盧曉而已 只剩下兩隻槍兵在那邊盧曉而已 OK 白盒這一波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讓威歐的黃金來源 徹底斷絕 只剩下這一拖黃金 挖完就沒黃金囉 那如果波西米亞斷經的情況 就只能出槍兵配生女的搭配 就沒有火器單位了 那後期就更是動手術 不然就是要自己也轉戰毛兵 哇 這波級兵戳得非常漂亮 戳掉了非常多的莫拉斯帕 他是大量的莫拉斯帕 也是往前解掉了前方戰車 這一波交換來說 我覺得威歐更賺一點點 這裡直接損失了這麼多的莫拉斯帕 我覺得不優啊 好 前方的榴彈炮 解掉了大量的巨型頭司機 尷尬了 右邊這根城堡最終還是沒拿下 MIPER並沒有成功拿下對方的榴彈炮 有點可惜啊 沒有第一時間拿下 反而是讓自己的巨頭全部損失了 OK 那歪歐上方 正面這根城堡也是順利拆除了 上方這裡還有一點黃金喔 那這邊可能要等到多拉幾隻村蟻 去挖趕快挖採隊喔 這裡還有兩撮黃金 那下方這個地方暫時應該是沒有其他的戰果 喔 榴彈炮 來看一發 有點打歪 哇 榴彈炮後襲真的很強啊 這裡要撤囉 再打下去榴彈炮會全部解光 好 上方直接用大量的莫拉斯帕 解掉了 車陣 車陣 大車陣 看起來兩邊開始進入沒黃金的階段喔 要斬更多的垃圾兵出來 OK 這裡補下超多的軍營 那WIO這邊可以再考慮喔 補田補到40片田 開始補些黃... 黃... 補些肉 不是黃金 呵... 那這裡補肉呢 到底要出槍兵喔 還有這個... 胡斯派改革 讓自己的肉身數量多一點 那打... 森鯉戰來說的話 波西米亞是有優勢的 好 這邊是戰車 早想到一台很扛 這次還是被解掉了 這單炮打單車很痛的喔 好 MIP這邊肉量來到了... 很誇張的 9400 這麼多肉不知道要幹嘛 拿去換黃金 這裡買賣一波喔 不錯 那... 喬治亞這個文明呢 他也是有這個大肉碼的 所以... 這些肉如果直接換成肉碼 修面騷擾一波 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不一定一定要出莫娜絲炮 但是現在... MIP這邊的問題喔 是人口總傷限的問題喔 並不是不想出莫娜絲炮 唉唷 這一波打得很好喔 又莫娜絲炮後面偷戳一下 戳掉一台榴彈炮 第二台榴彈炮還在被招搶當中 但是有前程科技的關係 現在非常抗招搶之外 還是截掉兩台榴彈炮 這兩台榴彈炮解掉之後 非常的舒服 左邊壓力 只用了兩隻僧侶 加一隻木納絲炮就搞定了 但是正面一直用木納絲炮去解這個疾兵 相當不優秀喔 解到頭破血了唷 喬治亞這邊要轉馬弓出來解疾兵的話 確定黃金夠不夠 因為要升級的東西還蠻多的 還有這個... 重裝馬弓要升 還有安息人戰術 在末期的黃金出庫存上 升這兩個東西很容易就... 沒出幾隻馬弓喔 然後就...黃金就斷了 所以你還要再出一些生旅阿 還有一些巨型投資機工程器具 然後莫娜絲炮的黃金需求 也是非常實重的 後期的黃金分配喔 是... 蠻困難的一環喔 就是... 不能太無腦出單一兵種 要合理的搭配喔 才能打出更好的... 戰果出來 火箭炮打了一發 回去... 嗚... 又砸到了一些... 血量 好... 上方往前衝刺 就是... 撞掉了一些疾兵 OK 下方這個黃金想要碰回來 歪喔 這邊的黃金即將要歸零了 只剩下後方這塊礦 然後這個礦區黃金其實還算蠻多的喔 還有3000多黃金 還可以慢慢撐 這裡比較危險的是 Viper這裡喔 Viper這裡的黃金數量其實也沒到很多 黃金庫存都會處於一個非常低的位置 那也是肉按太多 但... Viper這邊肉雖然這麼多沒有花掉 也是一個好事喔 可以當作自己的黃金儲備 隨時可以換成肉 喔...換成黃金 好... 這裡沒有再上次往前嗎 這裡趕快先用戰寶兵換掉一些... 數量 那雖然喬治亞是有火槍我的命喔 歪歪... 這邊... 讓Viper不敢出火槍喔 我覺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榴彈炮的關係喔 還有這個戰車 戰車跟榴彈炮打火槍是非常快的 但戰寶兵被換掉就不會心疼 畢竟是垃圾兵 但是... 擊殺這些擊兵的效率喔實在是太差了 兩邊控 如果是洞... 控這個單邊兵的話 就可以考慮混一些戰毛跟火槍 做個混搭 戰毛騙火槍 其實效果會蠻不錯的 但現在要一次控兩邊 常常會有這個所謂的... 控兵失誤喔 有辦法兩團兵一直控好了 所以要降低自己的失誤率喔 容錯率提升一點的話 就是單純出戰毛兵就好了 好 這裡用生鯉 逼退了兩台榴彈炮 而且按了更多的生鯉出來 但是前面的戰毛兵被槍兵給戳爛 好 這裡就是容錯率的部分了 沒關係 被戳爛 但是終究都是垃圾 但是後方 生鯉被戳掉 這就是賊虧了 好 後方的榴彈炮 被追逐 被擠殺掉了 OK MIPER 這一場我真是看不懂 所以MIPER應該要趕快用自己的莫娜死炮 去繞後方的這些村民 更為重要一點 好 這邊槍兵 再次裝爛了 這些槍兵 MIPER 這邊居然沒有點這個 賽凡塔 還是有 看起來還是有 11加6 喔 有點賽凡塔 散凡塔的話可以讓禁塔獲得串燒效果 而且可以讓自己的強化教堂 好 承認中心喔 多加2點傷害 這樣就不能小看 喬治亞人的這個強化教堂的傷害 就不能硬卡 OK 這邊榴彈炮直接被硬修回來 有機會修得回來嗎 直接放棄 後面巨型投司機 巨型攻城當中 這裡直接解掉下方的村民 後面戰貓也在輸出當中 先放村民死傷非常的慘烈 巨型投司機 還是有機會解得掉 還要再兩發 這裡還要再補一台巨型投司機過來 上方的少量槍兵 亂戳戳到城堡這 後方的榴彈炮 剛出來而已 後方的莫拉斯帕不知道在哪裡 應該是剛剛往回拉圍這邊一起打了 這一圖啊 這一圖 很奇怪那一圖怎麼不見了 在這張地圖裡面黃色或黃色 跟這個石頭地的顏色有點相近 OK 再來一發 還不行 OK 下一次就可以拆掉城堡了 OK 剛剛好 454D 搞定 哇 結果現在是 YO這邊有城堡上的壓力 自己城堡剩下4棟 而且沒有再繼續出戰車了 這裡也不繼續出戰車了 可能是 顧勵到 現在 VIPER已經轉出很多生旅出來 可以反制自己的戰車 又可以反制榴彈炮 他可能想要把剩下的黃金 全部留給榴彈炮 然後用槍兵進行反擊 比榴彈炮數量力多 偷一偷打個一發 就可以秒殺巨型投資機 直接賺200黃金 是非常好的 好 這邊莫拉斯帕沒有空 直接在這邊硬扛 巨型投資機 能夠打到後方榴彈炮嗎 沒有喔 沒有一條巨型打的意思 往後拉 哎呀 結果榴彈炮被招降掉了 難怪往左邊走了 直接去拆前方的城堡 拉個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上方大量戰矛去攻擊槍兵 榴彈炮繼續夾 夾住 又能夾得住嗎 遊戲時間已經來到了1分 1個小時15分鐘了 這部影片應該是賽事裡面 屬於所有場的 比賽了 OK 解掉一些疾兵 後方了3台榴彈炮 好 上方槍兵繼續戳 對雷防守還可以 左邊的巨型投資機 有機會拿下這根城堡嗎 好 拉雷謝莫拉斯帕想要來去解下棒村民 讓他不要繼續修城堡 雖然戰場非常混亂啊 欸 這個莫拉斯帕好像沒有碰好 直送城堡 好 上方城堡終於拿下 WIPER這邊中午打出了一個破口 現在的榴彈炮都在右邊 而且有兩台榴彈炮被招降掉了 WIPER直接打了一炮 但是沒有解掉兩台榴彈炮 哇 被賺兩台榴彈炮走 很虧啊 WIPER這邊受不了了 趕快補一下騎兵鎧甲 要轉肉馬 打這些戰毛兵啊 好 前方的巨銀也可以用勝率去趕化掉 你的巨銀就是我的巨銀 我的巨銀還是我的巨銀 現在又... 轉出這個... 肉馬之後 他的優點是 可以打戰毛兵 也可以去抓掉後方勝率 還有這些攻城器 也可以用肉馬去解決 那WIPER這邊的防守方式 最好是用莫拉斯帕去防守 但你讓騎兵去防守 這個效率就會很差 還是WIPER這邊轉奇兵 跟他互戳 好 好 好 莫拉斯帕 被拉回 好 莫拉斯帕 好 點下了金冠技術 胡斯派改革 終於要來打 肉身了 只需要肉就可以產生了生女 好 這裡想要硬解榴彈炮 能夠解到一台嗎 沒有辦法 好 這裡大量超命直接解掉 哇 最後打掉了一台榴彈炮 MIPER這一波損失了非常多 莫拉斯帕只換了一個榴彈炮 非常的虧 好 MIPER的黃金已經見底了 剩下三個金礦弓 但現在這張地圖的中期喔 末期就是沒有木頭啊 好 MIPER的木頭可能也要省點用囉 中間這個木區先拿下誰就贏了 黃金完全歸零 那以後期的優勢來說 Posimia可以有更多的主動權 好 這邊肉吧 趕快直擊後方的生女 生女可能會被第一時間打倒 哇 秒殺 好痛 哇 結果最後一隻榴彈炮都沒有招響掉 這一波可能會讓MIPER 就會變成GG的伏筆嗎 好 又撿了一台榴彈炮 剩下 唉唷 這個 光沙斯帕卡在榴彈炮的中間 直接戳掉一台榴彈炮 剩下兩台榴彈炮 緊張了 緊張了 MIPER這邊準備要斷幕了 好 補下槍兵 果然喔 VIPER這邊還是要補下槍兵 這也跟對方槍兵護戳 也不會太差 變成55開 而且自己還有9000多弱的庫存 比肉多的話 VIPER一定是贏的 這也趕快升級兵 二級的步兵鎧甲 趕快一直升一升 把最後的黃金全部投資在級兵上 我覺得是不虧的 OK 二級的步兵鎧甲伸上去 欸 這裡轉了一門 喔 這是榴彈炮 不是火炮 這個CAA關在模擬器喔 會把這個單位自己這樣子 挖 看起來是火炮的樣子 外觀 其實它是榴彈炮 我想要它奇怪 它怎麼 會有火炮 小架不是沒有火炮 它看起來就是一般的火炮 好像是榴彈炮的樣子 哎呀 戰毛兵 大量失血 這邊戳 戳掉了一隻木拿斯帕 OK 霍西米亞點一下了 神權政治跟啟示思想 本點是讓大群的僧侶遭翔史成功喔 只要一隻僧侶就可以休息 再加上啟示思想這個科技喔 減少僧侶的CD時間 這邊要來轉僧侶戰囉 那這邊大量槍兵喔 就會有優勢了 對方會有這個被衝鋒的壓力在 OK 兩邊急兵互戳 第一波交戰 戳起來看起來是有點 戳不太贏 對方的槍兵數量實在太多 好 這邊趕快控住木頭 現在YO所有的伐木工具都在前線了 現在YO的存品數只要81吋 上方戰毛兵打存品打得非常開心 城堡能夠修得回來嗎 買了一百石頭 沒人修理 榴彈炮往前打了城堡一下 但是可能會被戳掉一台 哎呀 先戳掉僧侶 後方四台榴彈炮還再繼續給壓力 這邊僧侶開始給壓力 後方兩隻弱馬過來想要攔截僧侶 僧侶可以收集進去嗎 城堡沒有血量不能收進去 殘血的城堡是不能放單位進去的 所以剛剛僧侶沒有收進去有點危險 要活得下來 OKYO這邊存品數只剩74吋 VIPER這邊的肉跟木頭 還有三到四千 兩邊要來進行最後大決戰 這邊硬戳有機會拿下比賽嗎 後面開始招牆 這裡要拚手術了 OK 停下了贖罪思想 繼續招 後面勝利要不要趕快 但是還沒有贖罪思想的關係 是贖罪思想 完了完了完了 這波沒了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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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這一波 這波應該是 倒光了 沒了 剩下四門榴彈炮 自己的基礎經濟已經崩塌了 待會要出槍兵也很困難 這波相當關鍵 麥克爾轉出了大量槍兵 趕回戳一戳 雖然後面戰狼兵一直被解掉 但是大量槍兵直接往前想要戳掉榴彈炮 還好有拉純過來修理 但是能夠修得回來嗎 槍兵還在追 右邊的這一坨槍兵戳掉了生鋁 還要再一槍 戳不掉 血量只被補回來 6滴血 10 11 12 26 哇又被補回來 但是如果失去了前線的壓力的話 城堡就會被拆除 沒有城堡 右邊的區域就會被全部占下來 雖然已經沒有礦了 但是這邊 碰下來很關鍵 因為已經完全斷木了 前線的木頭只是它這一戳了 YO 木頭完全歸零 只有黃金沒有木頭 是鏟不出榴彈炮的 當然也可以買賣了 OK 正龍兵直接手點生鋁 生鋁趕快先點掉 榴彈炮在後方繼續反擊回去 白鵬前線這一波有點被榴彈炮打了回來 這時候白鵬你在想 你到底在撐什麼 村民剩52村 你村民應該是沒了 這鵬就在比翼之力喔 看誰要先投降 我也在想 有沒有一種可能 VIPER會被榴彈炮砸到投降 的可能性 有這個可能性嗎 小架這邊轉出大量弱馬 黃金 開始也 不夠用了 哇 這邊貼到了 完蛋 巨星頭實際被貼到了射程裡 好 又解掉了一台榴彈炮 榴彈炮 這邊能夠解掉的話 YO就可能會打出投降 最後的軍團能夠守住嗎 榴彈炮剩下5滴血 3 1 0 沒了 YO的榴彈炮 終於被打光了 好 這裡開始買木材了 200木頭要花107塊黃金 他已經斷機了 中皇下還要繼續打 打到最後一刻 YO不放棄 他已經想說 我已經用榴彈炮 砸了這麼多槍兵 跟戰毛兵 你的木頭應該也要美了吧 但事實上前面的莫娜斯塔 送了這麼多 木頭沒耗費多少 YO直接打出了 GG 哇 這場比賽應該是 實際上 在我看過的賽事裡面 出了最多的槍兵跟戰法 如果超過兩個小時的話 那一定當別論 這場應該算是頂尖賽事裡面 戰毛兵跟擊兵 可以按到這麼多場的一場比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喬治亞人 拿到十五的勝利 整體支援呢 是贏 這個YO 贏了大概兩萬二的資源 Posimia 還有四生物的優勢 黃金其實並不差 中期的聖物 殘缺的黃金 總共是殘了多五千的黃金 所以看起來 VIPER還是有點落後於對手 那軍事方面呢 兩邊是拿到一點左右的KD 還算不錯 那兩邊算是換到最後 有點不分上下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 掰掰 - 掰掰 - 按 Bunun